剛蕾呢 又是在同場比賽呢 遭到陳金鋒還有林志勝的暴擊 我 狀況不太一樣喔 那時候 8月1號的時候 當時是2比0的時候 牛隊領先 然後連續兩支球來打 分數頒平 那這場比賽呢 則是一面倒 藍隊熊隊呢 是壓著信濃牛隊來打 一好一換 這球出棒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左外野手移動過去 跑了相當遠的距離 結果這球在界內 記者安打 王忠義繞過二壘之後呢 要上三壘 張泰山也積極的準備要上二壘 Safe 配成了一支二壘安打了 打得有夠高的二壘安打 第一時間守得比較深遠 對 左外野手曾豪G是尊敬張泰山的常打能力 所以他是守得非常非常後面的 所以跑到這裏的時候發現在界內 其實也跑得很辛苦了 可是來不及了 第一時間守佔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那一般外野手面對像張泰山啊 陳俊鋒這些打 這球出棒打成了在一壘方向一連手 沒有接到手套 再拋給不會進來的投手 沒呼啊 來不及了 哇 現在變成了滿壘了 Safe 滿壘了 這個慢局牛隊有機會形成一個大局 現在是沒有出局滿壘 紀錄上呢是給手背失誤 給手背失誤 現在變成了滿壘 球還是擠壓到了 這個球 跑過頭了 這個整個接球的過程跑過的 就是 球的滾動的那個速度沒有掌握好 這球出棒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沒有掌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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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建榮打出了他本季的第三支的全壘打 這一棒又給雷鵬一個迎頭痛擊 打出了一個三分打點的全壘打 現在雙方一下子的分數都回到只剩下五分的差距了 喔 蘇建榮最近的狀況雖然不算好啊 但是這場比賽他倒是打了兩支安打 其中包含了這支三分打點的全壘打 現在一下子的分數變成了4比9 牛隊只落後五分 不斷的用內角球跟他出局 牛隊已經攻向了四分了 再看一次慢動作 正好在內角的膝蓋的上遠一點點 所以這個球打得非常好 所以這方又三倒了 喔 正敗局有點打不完的味道 還是沒有人出局 只要投手在做熱身 喔 還是偏高 對 雷鵬而言喔 他的變化球如果沒有辦法往外角的地方過去 落到中間來都蠻危險的 再看一次 這是蘇建榮 打出了一個三分彈 也是本季的第三支的全壘打 被對方擊出安打的話 教練會不會起來做更換 接球之後傳往一壘 你就是必須要做 投手更換啦 然後這個時候 你當然 你投手教練 你必須要思考得非常的清楚啦 要不要再讓雷鵬繼續承擔這個 這個比賽下去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得出來 投手擋了一下之後呢 尤其手已經屈前守備了 所以也沒辦法踩壘 林志勝呢 是直接傳往一壘 但是 是一連勝 萊普洛夫判定是safe 安全上來 沒有鬱嘴啦 因為 有時候球的弱點很難去 先回場上看這個球 最後林志勝 球沒有接手套 沒有接近手套 又露出來了 這個半局輪到了 啦列熟隊這邊 拉警報了 警報器響了 這個球是可以 有機會側動三殺的機會 沒錯 因為第一時間 兩個跑者都已經跑了 所以根本回不來了 所以有時候在比賽 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你就是沒有辦法做得很理想 這完全是林志勝稍微大意的一點 你看球是打到他的手掌的地方 沒有辦法接到球裡面 對 如果以相對位置來看的話 接近手套 應該就是一個 去破破裂三殺 對 因為跑者都已經 第一時間都已經離壘了 是 哇 結果三殺 五位出局滿壘 這一球打成了在 右半邊 落地斜著安打 三殺跑者回來 快點是跑者也回來 一點上跑者 讓過三壘之後 要衝回來嗎 沒有被擋了下來 停下來 但余鮮明上來 打第一個球 這一隻安打的又拿了兩分 哇 這個賣局呢 新龍牛隊的一口氣呢 是攻下了六分 原本0比9 現在變成6比9 這是 牛隊在第六局呢 也形成了一個大局 這還是一個超級大 這個賣局 一個出局數都沒有抓到 再看一次這個 變化球 雖然壓得還算很低啦 但是被撈起來 主要就是你在等待這個變化球 所以它的整個灰形的軌跡 你可以比較不利的 再來看一下 這是 蘇建榮呢 打出了三分打點 全壘倒 這個是泰山 打了一個 正好在三壘 跟 左外野的中間的球 然後接下來呢 是許國榮 打成了一壘方向的滾力球 造成了潘忠維的守備失誤 那牛隊呢 也因為這個守備失誤呢 是打破壓彈的 這個拿到了第一分 然後在蘇建榮全壘打之後呢 這個球也很關鍵了 原本有機會呢 不要說抓兩個 抓三個都有可能 但是林志生也沒有接到球 所以投手和守備是會相互影響的 一定會 但整個對方的攻擊 其實在產生的時候 間接的就會壓迫到 守備的一些穩定性 所以 投手的 情緒的掌控喔 以及情緒的管理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優勢喔 因為在情緒的管理不理想 造成了一種 這球出方 打成了在二壘方向 二壘手接球之後 傳往一壘 張建平出局 但是三壘上的跑者 帶跑的鄭兆航回來本壘得分 那比數呢 變成了7比9 打這熊隊呢 終於是抓到了 在第六局的第一個出局處 三分 三壘的這一分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嗯 但問題是這個球的落點呢 唉呦 這個半局 牛隊怎麼打都是安打啊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王忠義敲出他這場比賽的第三次安打 現在雙方的比數 變成了一分差距的8比9 除了打得好啊 運氣也是在牛隊這一邊啊 有些真的是 弱點 非常好 而形成的安打 像黃忠義這個球 真的也不是打得很好 是 有一點點切到 對 這球出方 優敵手接球之後 頓一下之後 傳往一壘 把打擊的狀態戰的給自殺 但是 王忠義呢 是上到了三壘 這球 出方 右半邊 難打出現了 哇 現在雙方形成平手了 9比9 兩隊形成平手 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比賽啊 現在雙方現在形成平手了 在兩出局三壘有跑者的情況之下 許國龍打出他這場比賽的第一次安打 這次安打 太關鍵了 雙方現在平手了 雷鋒的盛頭也沒了 六局的下半 新龍牛隊狂攻了9分 現在兩隊呢 是形成了平手 再看一下這個球的位置 正好在外角偏高 打者能夠順勢地這樣子玩 方向去攻擊 事實上掌握得很理想 所以我 但在這半局一口氣被新龍牛隊 灌了9分 球方現在平手 這一棒左外野方向 又是安打 哇 蘇建龍在這半局呢 敲出了兩次的安打 一直選安打 這次安打呢 又把牛隊的攻勢 繼續給延續下去 一二壘有跑者 他踩了 好像中樂透了 四鋒線快速球的對決 大概146公分 球速已經 蠻快的啦 所以今天 初見